选战胜16天 各公职候选人纷纷成立竞选总部 收封乡长候选人登记2号的陈静和 10号上午在智学村自安公举办竞选服务处成立大会 民意代表以及乡亲是深道场支持 而兄长披挂彩带时强调 陈静和的好脾气是大家都知道的 唯有人的和气才能够再次为收封乡 带来美好的发展 五合一选举剩下16天 各公职人员都纷纷成立竞选总部 收封乡长候选人登记2号陈静和 10号上午是成立了竞选总部 多位民意代表以及乡亲到场支持加油 请高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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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兄长陈东海的披挂彩带之后也赠送扁担 象征他对乡亲的承诺 我们的陈静和来披挂我们的彩带 你现在先把这个冰单送给我的兄弟 我待会介绍 你要接 那么今天你带我接这个冰单 它不能够有了 也不能够有我们够的乡亲 你如果动转 来做相逢厢长 你要这一冰单 这边要派相逢厢情 这边要派我们为乡亲 要负担的负责 这样好不好 好 在兄长陈东海的助讲之下指出 收封乡已经落后其他乡镇的发展 不能再次的沉沦 他相信以陈静和的正通人和 必定可以为收封乡 再次带来突破性的发展 让他在11月26日那一天 将你们神圣的一票 一票一票投入票箱里面 给他高票当选 这样好不好 同时俊选总部会长张新贵 总干事陈东吴 退警协会总会长耿继文 立委服务处处长陈文青也都表示 做过警察的人做事一定很正直 以他的肤色就可以看出 他在当代表期间请走 收封乡 陈静和能够进入收封乡公所 为大家服务 一定可以有更好的服务 以及产业的发展 登记二号陈静和 是土生土长 收封乡的子弟 吃收封乡的米 喝收封乡的水 长大 鼠话说 人性土青 大家一起要给他鼓励 支持收封乡政 已经空转了四年 在我 在此 大声呼应 很请大家 在收封乡要大团结 我不辞辛劳 我昨天晚上 就坐火车晚上到花莲 赶今天早上的早场 目的就是要帮陈静和 送他到收封乡的乡公所 换人坐坐看 不一样的成绩就出来 各位乡亲 你们说 收封 展现出 陈静和 要用心 卖力的 为我们收封乡来服务 陈静和 爱好 爱好 我当了四年的代表 人家很多乡亲在问我 阿浩 你怎么要选乡厂長 我说 是汉乡厂的乡亲 有很多的鼓励我 只是我 他说叫我一定要参丰乡厂 所以我要把我们各位乡亲 其他报告 收封乡我来了 收封将我来了 好 收封要改变 我做法外 收封要改变 要继续 让我担心 让我担心 让我一次就好 好 好 所以 我恳求我们 父老乡亲 一定要给我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 绝对会有不一样的服务 让你说 最近是一世 平衡是一句 短短短短短的 做人 不要怕短短短 这样不行 所以说我看不下去 我这个贱旗 要来探船 成功的供求 好不好 好 好 来 请他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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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连接收封乡 采访我到